Hello,大家好,我是刘祝斌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川菜英典,酸菜鱼 所削的原产料有炒鱼,酸菜,泡姜,泡辣椒 鱼的种类不受限制 炒鱼,花莲,白莲都是可以的 根据个人的口味都可以随意搭配 先将酸菜改刀备用 宽度以一指最佳 将泡椒去地对破,去止备用 老姜切成片备用 小葱切成葱花备用 将小米辣用顶刀的技法改刀备用 下面我们来处理一下炒鱼 先将炒鱼骨肉分离 削掉头部,剔出鱼牙扔掉 鱼牙腥味很重,必须削除 然后将鱼骨剥成段 去掉鱼刺 剥成块备用 然后将鱼肉均匀的片成薄片备用 厚度以三毫米左右对焦 鱼头,鱼骨,血水腥味很重 至少三遍以上才可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然后腌制 加入盐10克,白糖5克 啤酒50克 小葱老姜适量 用手反复抓匀 腌制15分钟 上面我们处理一下鱼片 加入盐10克,白糖5克,啤酒50克 小葱姜片适量 用手反复抓匀备用 锅子中火,加入适量猪油 没有猪油,可以加入其他食用油代替 下入泡椒,泡姜 炒出香味 以及烧油酸菜,炒出香味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三分钟 酸菜炒出香味后,倒入碗中备用 锅至旺火,制锅 留少许食用油 然后扫上少许食用盐 一次将鱼骨鱼头下锅 刚下锅时尽量不要换锅 以免鱼骨烂掉 在鱼骨定型后 可不断换锅 以此达到均匀受热的目的 在鱼鱼鱼天的粉底 用筷子至互刷 将鱼切kle面 煮立贴 replaced一张鱼切碎 拿鱼切碎 拿鱼锅 在两面煎至金黄后 倒入炒香的酸菜 然后浇入事前准备好的开水 大火烧开 盖上盖子 熬至十分钟左右 利用熬汤的时间 我们处理一下鱼片 先将葱姜挑出 然后用清水清洗两遍 直至盐分基本清洗干净为准 随后将水分挤干 这一步很关键 上浆失败往往就是因为 洗鱼时水分过多 未挤干而导致脱浆 然后加入适量盐 白糖 啤酒 用量可根据个人口味 然后用手反复抓揉上浸 鱼肉上浸时会有很强的 粘浮感且容器内无多余水分 然后将鸡蛋清取出 加入鱼片中 切记鸡蛋清必须将其倒散 否则也容易脱浆 待鸡蛋清抓匀后 加入适量生粉抓匀备用 鱼已腌好了 汤也熬至浓稠了 咱们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味精 如果感觉不够酸 还可以加入少量白醋 然后将其打出 装入容器中 随后下入鱼片 刚下入鱼片时 最好不要翻动 以免脱浆 待鱼片煮至八九成熟时 即可出锅 然后烧一点食用油 在油温深入五层热水 下入小米浪 略微煸炒 然后将其倒入鱼汤之中 随即撒上葱花 即可上桌 成菜特点 色泽轻雅 鱼汤浓厚饱满 口味酸爽微辣 鱼肉细腻 口感滑嫩 不愧为川菜中的经典 技术要点 一 此菜最好选用老坛酸菜 或自家腌制的酸菜 如果选用带装酸菜 酸味 口味可能略差一些 且有防腐剂 需要多次清洗方可使用 二 在居家制作中 如果觉得味道不够浓烈 也可以在炒制酸菜时 加入野山椒 还可以在调味时 适量加入野山椒水 味道更是井上天花 三 说一千到一万 上姜才是最关键 大家一定要按照我分享的 上姜技法进行操作 火候得当 才能达到完美的口感 才能达到完美的口感